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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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是日本語物的流通的簡稱 亦不僅是電腦化運輸程序那麼簡單 隨著香港經濟的結構轉型 政府大力推展 物流業將會成為香港經濟的新出路 港口、機場、通訊三大強項配合之下 香港很有機會成為亞太區高增值的物流中心 世貿物流集團的前身 是有三十年歷史的船務兼貨運集團 如果配合潮流的新趨勢 我們將會成為國際性的全程物流集團 物流業在香港會大有作為的 希望大家畢業之後積極投身這個行業 我們共同努力開送香港物流業的新旅程 是你們先填好這個履歷 如果是適合的話,我們個別約見 到時取錄你們畢業之後來上班也不遲 好,謝謝 不用 這麼快填好了 正波牛… 怎麼樣?不認得我了? 陪得小學下午班四年級級志班樂天生 Kiss… 說實話,就是十幾二十年沒見 幸好你認得我 不然可以認得你就是那個狀元生 如果我不是看見你公司那張照片 看見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又特別 我真想不到原來你是當年的波牛證 不過那時候幸好你這張功夫給我炒 不然就一定會留下班 那我多虧你 如果不是那時候請我吃一串魚蛋 我可能營養不良 我真的不明白 那時候陌書測驗你當然是第一 我當然是第二 讀得聰明真是用不著 總之連那個學期都不軟 話說回來,那天差不多大考 你卻失誤了 連老師也不知道你在哪裡 在哪裡 跟了我舅舅去潛水 自從那年我媽死了之後 我總是要跟我舅舅這兒潛那兒潛 試過一次在廣西一間校長廠隔壁的 小學都讀了一整年 神經病,那你真是聰明 現在終於大學畢業了 辛苦你不知道 我知道,那張學生也是靠讀藝校讀回來的 要不然也不會二十多元 現在才來大學畢業了 你又不一樣了,幸好你… 你國留學回來 現在大朋友做年級的碟子 不過我們公司隨時歡迎你 以你狀元生那麼厲害 很快讓我拍照,怎麼樣? 其實現在我和那些朋友在辦公室 都可以做的,貨品聯盟 我現在一定的事,隨便你 說你還有幾個兒子畢業 我現在先把你卡片 到時改變了,就叫我 謝謝,等我吧 有型 大力哥,我們這次真的多了你不少 自從你搞了那些什麼…樓 什麼東西… 是物樓,Logistics 不管你一樓還是九樓,打橫打直 自從你用了電腦 跟我們偏間出車之後 我們一樣是泡那麼多個鐘 賺錢就多了一個… 差不多兩杯 儘管姐,還不想按噴噴噴 舒服了很多 我現在見女朋友的時間多了 連石槌兒子… 其實這些是最簡單 最基本用的物流運作 如果你們各自接訂單 去跟人們借貨 一單九龍東,一單香港西 要不適合時間,又要適合塞車 免得失事 但現在我們集中每天的訂單去處理 因應每一區訂單的數目 去哪間出車 每一單訂單 都可以利用最短路程的車去運送 一,可以避開塞車 二,可以縮短路程 以往一天走三轉 現在起碼都可以走四轉 甚至五轉 錢不然賺多了 所以大碟哥讀的書是不同的 傻婆娘,我腦表說話,你怎麼會明白 不用明白,旋敗就行了 別經常喊喊喊喊,不然沒有丟骨 有沒有探望? 我老人痴呆,去探的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況且有老人要照顧他 不是說知道不知道的,是說心的 氣了,長氣 話說話吧,畢業打算做什麼? 我大碟還沒畢業 大公司欠著滑角請我當主任 真的嗎?大碟哥?怎麼我不知道? 如果我腦表一點,你什麼都知道 他把我的底褲當作也不行 其實我們現在合作得這麼好 我想我也不會去那裡做 想什麼不想?有得做 當然穿西裝去大公司做的 對,正所謂學以志用 不然就讀那麼多書,我們幹什麼 是呀,你一天不進大公司 那個獵頭公司發現不了你 是呀,這個動態我看開的 放心,大碟哥,我機王打慣機 電腦我一定能做得好 總之你弄死我怎麼編加就行了 我幫大碟哥,有我盯緊他們就行了 還是有的,不過我還有幾個月才畢業 還有時間交給你們 總之你弄好這些事之後 我們按本子辦事 有什麼理由總的狀元不做官 不過首要我們就要搭配你 怕你嗎?來… 請坐… 凌叔,早安 早安,樂先生 對了,見不到你 先給你金魚都抹車錢 這個抹車的沈,抹車真的挺好的 我的車的隱形罵我這麼乾淨 還有,打勞未必打多撞 你看到他就幫我多賺他兩句吧 那倒是,她抹車真的贏見盈賺 行了,我就跟你的主角交給你 謝謝 好 好, 早安, 秉叔 早安, 正好 DR2729這個月的抹車錢 謝謝 他還欠你的車抹得漂亮 是嗎?那你再介紹兩部給我抹吧 還多兩部?你抹得不抹一次嗎? 我的手機很快 至少四、五部都還行 我先做事了 好 我們公司的薄餅真不錯 現在我們有一個新的套餐 叫瘦身套餐, 適合各位美女 大家看看, 看看… 李老闆請了你, 真是撿到 現在香港地上說是資源增值 首先是資源增值, 要不要嗎? 媽咪 那我跟Mr. Chan說再見, 再來 再見, Mr. Chan 再見 對, 還有什麼?你還沒說 說了, 他們兩個都叫Mr. Chan 是嗎? 不好意思, 再見, Mr. Chan 再見 美女, 下次你不要玩媽媽了 那你帶我去哪裡玩? 你沒去過的地方 太好了 好, 再見 女兒, 你不舒服嗎? 是不是不喜歡這裡? 什麼?你不早? 是呀, 真是不好意思 你就不好意思得過了 你說要帶女兒來開工 我喊得口水乾淨 才喊了, 每次頭髮肯答應 你一句話麻煩 你是不是出去工作的? 是呀, 對不起, 是我不穿 不如這樣, 今天薪金我不收 還想知道薪金嗎?當然沒有 你女兒這麼矜貴 你回家裡照顧女兒, 做小奶奶 找我來搞 媽咪, 我們不玩烫衣了 我女兒不喜歡玩烫衣嘛 媽咪, 如果你不做工 就沒錢買玩具給女兒玩吧 媽咪怎麼會不做工 媽咪到身都把你把你 怕沒什麼做, 走吧 女兒, 喜歡花花嗎? 花花很漂亮 喜歡就行了, 來 請問你們是請人嗎? 是呀, 你喜歡拆花嗎? 我好聰明 數目, 我想用膽子去玩 你不想用膽子去玩 她, 我想用膽子去玩 是呀, 我也想用膽子去玩 我手九十八點 我天啊? 對呀, 我的妹妹 好認真, 你早就把她也聊完了 我女兒就去玩 你們最好配之前 我女兒就去玩打扮 清潔, 當學費交, 當你陪有女兒 你真想得周到, 不妨礙你做事 我先做事 不妨礙, 慢慢做事 死了沒有? 死了, 給你點氣 靚姐, 找個關仔吃吧 算你便宜一點, 五十元 你也快收店吧, 五十元那些 三十元吧 這樣嗎? 好, 三十元… 當然, 姐姐…我要這條, 這條 這條已經死了半個 賣的給我便宜一點, 十元 不用找, 白白脆脆 應該呢? 不是應該 是肯定一條骨也沒有 女兒大膽大膽的爬飯, 知道嗎? 媽媽…你怎麼又不吃? 就是吃魚頭和骨頭, 是不是很好吃? 當然很好吃, 大人才會吃骨頭 小孩子, 吃多點肉, 麵豬丹也給你 吃吧 女兒, 吃完飯就喝了這一碗響羅湯 很有益的 媽媽, 那你又不喝了? 媽媽是大人, 你多喝點就不會咳嗽了 快點做功課, 做完功課就可以睡覺了 有甚麼不懂魚, 都去問媽媽, 知道嗎? 你不是猶豫, 是嗎? 女兒, 千萬別像電腦一樣 整天都不聽話, 真是快要打他 大寶哥, 你放心吧 劇本明天要講廚派, 我知道了 總之今晚一定會幫你起課 你那二八八真是不容易賺 可不可以叫編劇大哥寫字比較健碩 真的看不明白他寫甚麼 那就好了, 放心, 再見 做了沒有? 行了 畢業老闆, 莊重點 好, 看著鏡頭, 小心點 小心點… 有甚麼業相這麼大事, 別打我 快點, 拍照… 拍照一點 站好, 小心點 冰叔, 我的車拍為今天 以後不會再拍這裡 這些錢麻煩你幫我交給媽媽和阿嬸 好 謝謝 駱星, 她剛才跟你拍了三天 用不著這麼多錢? 不要緊, 她以前經常送多盤車納給我 好來好去, 多了一點就當請我喝茶吧 好… 我看見她的房間了, 真不錯 跟七二婆說話, 一定租到她那裡 當然不會少了你那一餐 陳之拉, 你這麼好 介紹這麼好的單位給我們 好…再說, 再見 你上班了嗎? 是呀, 國區下網好, 遷就我女兒嘛 是呀, 阿龍二七二九 車以後不拍這裡 她說不想你抹車了 這些錢是她給你的 這麼多? 她說你功夫做得好 給你一個月了 是呀, 真想當面謝謝她的朋友 我剛剛開車走了 你說沒完就真的沒完 抹車了一年了, 沒見過她真人 想多謝她也不行, 她貴姓 她姓洛的嘛 我姓洛的? 人家姓洛, 那人姓洛 真是差天共地的人 甚麼? 我以前認識一個姓洛的, 壞人 不說這麼多了 我還要趕著下一單, 我先做事 謝謝你, 媽咪, 過來 小心… 你看這裡就是媽咪跟你住的地方 好嗎?好嗎? 好嗎? 好嗎? 好嗎?那你坐下, 媽咪繼續搬東西 來, 快點 上小姐, 等一等, 等一等 陳千歳, 你不是上了中山嗎? 為甚麼還在這裡? 就是呀, 我回了整個星期 上星期七二婆打回來我家 她跟我說一聲, 告訴你 她的房間不租了, 她要退訂給你 甚麼?甚麼不租? 當時我兒子接電話的 那個臭小姐一會就忘記這件事了 到我今早回來 她突然說起這件事, 告訴我 我就趕快告訴你 打電話給你又不通了 我的電話呢? 我怎麼… 女兒, 記得媽咪的電話嗎? 在哪裡?謝謝女兒 我今天搬, 忘記了開電話 終於東西都搬來了, 怎麼辦? 怎麼可以不租給我? 你不用這麼緊張 七二婆訓人很討厭 她一定會退訂給你的 七二婆, 快來吧, 七二婆 甚麼事?阿芳 我打電話找你, 你的兒子聽 她說可以的 我想叫她退訂給人 她說可以的 所以她就交給你, 所以不管了 七二婆, 你別說這麼多 馬上退訂給人 不要, 我不要你這件事 我不要… 當日你告訴我 你說我隨時隨地 什麼時候要搬進來搬進來的 現在你是這麼說嗎? 你這個人這麼瘋狂, 我要不要跟你打合同 我壞了, 連訂金都不給你 你也罵他不進去 我現在還給你訂金, 想怎麼樣? 你是什麼人? 當日你說大家熟, 不要選什麼來印 省點嘛, 現在你又咬不住 陳姿拉, 你說句公道話 阿芳, 你也跟我說句公道話 我兒子負資產 房子又被人收了 我不管他, 難道叫他睡街嗎? 我計算好日子才跟女兒搬進來 難道你是我睡街嗎? 媽媽, 什麼叫睡街? 總之媽媽一定不會讓你睡街 你幫幫我 我一定要不送給他, 我給他兒子住 我一定要租這個導靈 我租這個導靈真是做得慘 現在我練的士, 此事迷 我現在的抖拿茶錢沒賺過你們 我氣來氣喘, 趕到來還要讓你們難 我好人難做, 我真是好人難做 阿芳, 你別走… 女兒, 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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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 我不送給你的, 你肯來也可以嗎? 真的嗎? 我也說不送給你的 你肯來不行 阿珍, 你們兩個小孩 別吵鬧了, 爽快點玩 兩個臭小孩, 別吵鬧了 坐著老公打電話 安靜一點, 別吵 別吵了 打七拳, 你不是想死嗎? 好, 殺你了, 上姑娘 不怕熱 明天上班 安靜一點, 小心 好, 小心 雷雷, 媽媽拖不上你 你緊緊一點, 媽媽 小心點, 過來 你有沒有人? 哥哥, 我們打算來中屋 有孩子不做 加上三把, 三把 你好, 中屋嗎? 有孩子不租的 不用扮悶了, 我走 不是沒電嗎? 女兒, 我們進這間吧 對了, 謝謝, 女兒 老闆, 可否借你電話打一打? 好, 前面 不好意思, 麻煩… 真的好傷意 女兒, 過來這邊 老爸, 又是賺整個開 整個開, 這批貨來價貴嘛 那當然是來價貴啦 這隻九日型號香港還沒有 要不然怎麼帶上上面 賺整個開呢? 只是給訂三成, 都四筆多了 何來巨款 對了, 老闆他, 找老表搞定 找老表, 她現在新官上任 等錢花的嘛, 別騷擾她 那豈不是堅才花水 不是呀, 我女兒很乖的 她一放學就立刻衝進房間 做工房, 不會吵你們的 你給她的地址 我們一會上來再談談 不是, 是房間 你記住, 我們的房間要租給正經人家 最高是有小孩子 你自然的政府 那些租務條保住租客嘛 把那些壞人弄壞就死了 是呀, 老爸, 記住 以後不要租給單身汗 不聽 先生, 你們是不是有房間出租? 我有女兒, 我不是單身汗 我們很好, 我們是個好租客 你們的房間是否通爽的? 是房間, 兩邊單邊, 合了 老爸, 這麼投房, 真是老表 我們兩父爺睡一會巴士就行了 小奶奶 有空就現在上去看了 好呀 進來看看吧 全家屋最通常就是這個房間 很稀邪 什麼稀邪?濕氣沒那麼重 你有沒有風濕?包你住的就沒事了 是呀… 像四面窗那樣不好 你知道我們母女有很多東西要擺 零零嬸嬸地搭來搭去很麻煩 求都求不到 你單邊兩邊多窗就扯風了 是不是就是? 不是說真的很好 便宜一點便宜就最好了 別收你了, 師奶奶 你們出來看看廳地是喜歡的 是呀… 你出力氣, 聽到廳地大成這樣 又幽雅又不止 所有配套的東西你享受了 還有我廚房, 因為我兩父爺很少在我家 又不開火轉, 是吧? 又是你擁有的, 廚房 還有, 師奶奶 我們有個無敵大天房 你曬多多山都可以 如果你喜歡日光日 曬你自己也行, 師奶奶 老實說, 四千元 真是拿去當作也值得 就是了 現在我們水、地、煤、垃圾費 是, 棺材、山地, 全包了… 你幹甚麼? 真是臭 但你的屋子大就夠大了 不過粒粒亂, 我替你收拾又怎說 每人有一部吧, 三五吧 三千五, 怎麼行, 這麼便宜 看你這麼有誠意 每人走一步就三千五 不過這樣, 要付一年租 一年租? 你說, 如果我們不是等錢花的 又怎會默默移租房子給人? 不方便, 三口三面 一年就一年, 但要立好租約 所有來人的廚媒搞清楚 這樣也沒問題 給一年租還要多付兩個月按金 你可以隨時搬進來 是呀 那就今天了 這麼快? 今天又太快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蓋好房子, 打來人也要時間吧 立好租約, 打來人 讓我搬進來慢慢搞都不遲 是, 就算最快, 也要明天吧 明天, 明天, 早上 麻煩你, 丙叔 真不好意思, 阻礙你工作 一天半天沒有相關 大家相識那麼久, 幫得到我一定幫 我怕你辛苦而已 其實為何不找兩星級的酒店 住一晚呢? 有些地方板樓複雜 加上我們住一晚而已, 省一省 沒問題的, 我們搞定了 好吧, 那我先去巡邪 好 再見 再見 我先去巡邪, 起床, 起床 起床, 起床, 起床 起床, 起床 太陽曬了, 快點 怎麼搞的?回九點, 現在七點而已 你第一天上班嘛 你給別人的形象好一點 沒問題的,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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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身上洗臉, 梳化個美項撻也要時間 那就是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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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放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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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雖然說第一天上班應該早點 但也不用早成這樣吧, 來 我怎麼知道那隻東西什麼時候鐘上來 哪隻東西? 我意思是說, 全世界都流行那種感覺 假裝勤奮, 而且早點不用那麼失車 你第一天上班, 千萬不要遲到 給他很印象人家 現在是我上班, 你們好像比我緊張 三為一體, 我昨晚緊張得失眠 何止, 我緊張得賴尿 那快走吧, 坐在那邊, 下雨 小心, 小心臨地, 拿著把車來 來, 走… 車完老表上班, 馬上回來幫託, 知道嗎 幫什麼託? 阿寶, 老頭幫幫忙, 三嬸搬房子 是呀… 早安 怎麼這麼早? 我想要有人搬, 早點 你們拿回來, 我就開手去了 會這樣嗎? 不是, 三嬸的侄女嗎? 是呀… 幫她搬嗎? 是呀… 阿姐, 你這麼辛苦, 幫我先上去吧 是呀… 你上班吧, 這裡等我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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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來吧 你街坊街, 你要的, 沒所謂 謝謝你 小心… 來… 你去哪裡幹什麼轉死性? 突然這麼樂意做人? 是呀, 看來他不得多久了 來… 來… 早安, 早安, 早安 回去, 連蘇仔阿嬸都還沒到 早安, 蒙蒙療我一整個小時 那我打算塞車吧 怎會吵著聲音, 再到才行? 那當然就好了 趴著趴著趴著早餐, 是吧 不過喝了一股水, 真是 一股火而已 張先生, 這件事我正在處理 你也要給我一點時間才行 是, 張先生 老爸 老爸, 大聲一點, 收不到 不是吧, 阿嬸和阿慈 還沒過來幫你忙嗎? 行了…我回來, 等我 看什麼?小迷迷 不讓人大聲說電話 是… 你幹什麼? 知道了 老表, 先行醒 你聽我說, 這件事一定有得陪伴的 只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 對, 你聽我說 糟了 是… 好, 真是 下狗糟糕 老表, 先坐下來, 不用掌握 張先生, 你想再多一次? 喂…張先生 在這裡收得不好 不是吧 喂…張先生 喂… 不如讓小姐 這個電話,我替我替你 不用 小姐,這個電話我可以賠給你 但是你這條裙子不關我的事 不用你賠,什麼都不用你賠 總之你和我保持距離 在我五石之外 你說而已,你說不用賠 我的電話呢? 電話 糟糕 小姐,你的單位 我幫你買了,那我就算了 這裡就是八樓我們的辦公室 在這邊 這邊就是行政部 左邊就是我們上班的地方 物流發展部 你們隨便找個位置坐 康先生就快出來了 小姐,不知道我這裡有什麼衣服 大家在這裡睡沒事 康先生,你們全部都沒有事 放了進職手續了 行了,康先生 同事 她說可以了 我的拍檔是林艾美小姐 她會兼任盤女生的人 也是你的老闆 她今天會遲些回來的 我還要下車 小姐,我幫你找林艾美小姐 好呀,我幫你找林艾美 你說我們會不會來了謀人寺 是呀 樓下寫字樓說得不再說 還混亂 這裡只有幾部電腦幾個人 外面連接收益也沒有 不像康先生一開始說的 什麼國際物流公司的 還沒有足夠數據之前 我們看一看,判斷 其實康正也說過了 這間公司剛起步 東西簡陋一點都可以接受 最糟糕是那些人 你看,整間辦公室都很囂張的 我們那個老闆,什麼Amy Lam 十點半都沒見人 可想而知 我就是你們所說的Amy Lam 林小姐,即是你們的老闆 林小姐,你的花佬放在桌面上 謝謝 我什麼電話都不聽 我只會去人事部查生 好 查生,Amy Lam 張氏化高的事件 現在本公司認定是人為的問題 堅決不肯賠 那條數一定是公司的硬 周光是運輸部的老頭 一定要負全責 我不管他是否你的清晴 總之,我要解僱他,即時生效 你們幾個都在公司請回來的 見習主任 專門追蹤物流部 物流是香港的新興行業 但根據舊底其實就是傳統的運輸業 怎麼將這種傳統的行業 轉型成為高科技電腦管理行業 就是你們日後要做的事 你們幾個都認假物流學系的畢業生 好,理論上的事也不需要多說 但理論歸理論 實踐上來最困難的就是人的問題 因為這就是人的行業 所以你們要跟人多點溝通 才能再暢順運作 我們文流部 第二次分為四個Session 資訊科技、客戶服務、銷售和營運 Kitty,你就是負責客戶服務 Paul,你就是銷售部 阿彪,你就是資訊科技 他就是你一份 你們三個出去吧,妹妹會替你安排 是的,林小姐 樂天生 以後你就接替炒了管工周江 專門負責車隊 你不僅要照顧他們 必要事就做了跟車、運送和上落貨 這樣做就是增加上下溝通 你一定是覺得這樣很委屈你 你大學生讀飽書嘛,是不是 放心吧,林小姐 這件事難不了我的 那就最好了 我一向對人很高要求 那我出去做事吧,林小姐 是 大家趕快過來 這位是新人的建設主任 樂天生先生 以後他會負責車隊的 駱先生,這裡交給你了 我上去做事 謝謝 大家好,我叫樂天生 以後大家就是同事了 希望大家以後多多指教 行了,新哥,這麼謙虛了什麼 誰都知道你來撐光哥的位子 真是人情冷戀 說不定公司做了十幾年 說炒就炒,還要即貌即戒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炒光哥的那個不是我 一樣的,說搞什麼流什麼流 炒了那些老鬼,用自己的油 炒了那些老鬼 炒了那些老鬼 大家聽我說 我做事從來都是對事不對人的 事實上大家沒有跟電腦的監表出車 不然大家都不會在這裡 做我們這行,最重要是懂得轉磅 這倒是 是呀,我們做事就跟著光哥吩咐去做 現在光哥已經炒了,林校又沒有吩咐 那你就坐在那裡了 你走呀 我不管你那麼多 既然電腦已經出了監表 就要跟著監表出車 雷威 我的車已經出了 出了?那你在幹什麼? 蜜田拿了出去,他說順路要探老婆 然後也要拿出去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自把自圍 我們做事一向都是這樣 沒問題的,有問題就問培先生 培先生?誰是培先生? 銷售部總監培謙 論銜頭,他比你老闆還大 Amy Lam 培先生也不會,好打有限 林小姐,我查過這個月的提貨單 還有出車記錄 發現漏單的情況非常嚴重 整個車隊亂世家人,很多問題存在 我知道,問題還很嚴重 連累公司賠錢 不然我也會查過周光 既然我們知道的問題所在 是不是應該針對這個問題? 這是你的問題 是你幫我解決問題 而不是向我提出問題 如果這間公司根本沒問題的話 根本就不用承諾一個部門 也不需要請你回來 不過這樣也好 既然你知道問題所在 就盡快編過監表 將它在樓單編入監表裡 不妨礙你了 我玩死了 沒那麼容易,編就編 大姐,好,早安 我玩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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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你就是那個娜姨哥嗎?你好… 你好,你好 你也滑甚麼呀? 你呢?你怎麼看? 你呢?你怎麼稱呼? 你叫我臣子就行了,我叫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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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張是甚麼? 露天生畫畫得花了 我畫得不出了 我畫得不出了 畫得花了 你就是露天生? 你就是那個世人貴常氣 你怎麼給小女兒還我的帽子? 小孩子不懂事, 每天都會滑 你怎麼搞的, 有我的名字在這裡 我又想要, 你擺好一點 小弟 你也不用怕 找人在無謂人家裡, 留在房子裡搞事 你… 我也沒火 我的東西呢?我的東西在哪裡? 我沒有電腦呢? 你不要亂來 我不怕你的 小弟, 小弟, 你站在哪裡? 你這個臭小弟 這麼多女人不搞, 交給我女兒, 還要交給我 你幹什麼? 你怎麼打人? 怎麼不打人?你現在沒用我 我告訴你, 我跟他沒事的 我是這裡的租客 租什麼客? 你神早上班, 我忘了跟你說 你房間租了給那位主婦 你租了我的房間給我受引? 不行 我打算多有房間出來幫保一下你 幫你自己而已, 最近房子不行嗎? 那時勢不好賺, 多錢就得過錢 喜姐, 我搬你去房子 不用我自己來 不用, 快等我來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我現在真的不租給你, 你滾 好, 我滾給我, 賠回租給我 賠什麼賠, 賠不起嗎? 沒有, 賠, 我很融 有多融, 一有月, 一有月, 一有月 是一年 什麼一年? 你給我們一年了? 是 你又借了大耳朵 別跑, 別跑, 別跑 走出去, 你說完了 我告訴你們, 你們別再演戲 你們這些演戲 我三年前都見識過我了 我怕你們 幹什麼戲? 如果我真的演戲, 神祖奧最佳藍尊角 總之一句都說了, 一年都要賠 不是一年, 是兩年 租藥要明假, 如有偉要賠, 雙賠 我告訴你, 你賠少一個崩子 我都覺得你脫褲 這次是會犯法的 你怎麼這次跟進法論? 標準租藥說明, 沒法沒價 要賠的話你就賠給我 不賠的話我就睡覺了 去吧, 入房 這次的舅舅不適合, 舅舅不做舅舅 你又哪次是適合的? 老表, 你也吵了一整晚, 回去休息吧 明天早上要上班, 早點休息吧 休息了, 說什麼? 說了也沒了, 四塊盆住一份 大家比你還要大利, 你就睡我的房間 我們兩個爺爺, 睡雙頭巴士 躲下床就行了 大爺, 你的房間我們全部收拾好了 你老實告訴我 你是不是又借了大耳洞錢? 這就是大鵬還是小鵬? 我要發誓 以後不會再跟大耳洞借錢 真的, 老表 不過最近老爸確實有好事在搞 不是吧?你又想搞什麼? 總之不是犯法 現在老表正行 這件事是一轉手賺幾個開的 到時候我知道女人搬不搬 我們先搬新屋子 你又怎樣我? 有什麼正行一轉手賺幾個開? 這麼年輕人, 原意像是出了大了一點 老表, 我們收回來的四皮的租金 確實是投資了正當的生意上 絕無犯法 是, 最好, 不然又把蘇州的糞便 在你們倆還沒搞出什麼糞便前 先替我搞好這間房間 沒問題, 這東西包在我兒子 細緻身上 謝謝 我叫你, 明天無論如何 把所有東西搬上天台, 搞定它 什麼明天?我今晚睡哪兒 行了, 我幫你選擇 你先借… 做事, 快… 好了 Pan, 這東西裡面好像有點問題 你吃完就拿來幫我看看 吃早餐也要談公事嗎? 我跟你之間不只談公事了吧 神經病, 沒幫到你了 昨天, 你有四個獻合生來報到的 有一個是我朋友 安排你朋友在公事不是在康正作風 原來我這麼失敗?我對你怎麼也不知道 我一向都是公事公辦 你說我不是Kitty吧? 當然不是, 她叫洛天生 是我小學同學 聽說昨天你跟她有點誤會 早安 張先生 林小姐, 昨天的事, 不好意思 我正式的電話 是否有事?放心, 忘記了 我都說Amy大幫 以後大家是拍檔 阿新還可以的, 別做個事 我一向對事不是對人 我看人是偷他的辦事能力 不是偷他的群大關係 我也不喜歡靠人事 阿靖是我舊同學 我更加不想被人說我靠的老友 這份你昨天叫我做監表 我已經搞定了 恭喜你完成了第一步 但最難的一步是執行 你完成了一張監表, 私訊合格 我樂天生說得出, 做得到 你放心, 我一定搞定 今天點心越來越頑皮 真的這麼頑皮, 以後就不要再光顧了 大家可以嘗試加一間茶餐廳吃早餐 就不用再遲到了 八點半才出車 這麼早回來又是等 以前你們怎麼做是以前的事 現在我來做老頭, 就要照我的規矩去做 以後大家八點鐘上班 八點十分集合 講解每天的工作流程 還有派這張出車表 大家每人拿一張 大家千萬不要少看這張紙 上面編排好車隊每人每天的工作 幾點鐘開車, 幾點鐘上課下課 都編排好時間和路線 務求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完成最多的工作 明白嗎 你坐在寫字樓, 按一下電腦 就說安排甚麼出車表 外面不是老老唱通的 那就去吧, 出去外面開車 要懂得轉駁, 隨時收拾 還有, 這麼大張紙帶在車頭上 像是牛肉桿一樣, 貪你事嗎 是呀… 牛肉桿沒這麼大張 還有, 外面露面的情況我清楚過你們 我十六歲跟車, 十八歲考到車牌 到現在, 除了巴士和電車牌 我沒考到之外, 我甚麼牌都有 貨車我駕駛了九年 所以外面的路, 哪裡有路線我都清楚 你們別打算出鼓 你們說誰真是誰假, 騙不到我 還有, 我要求大家以後 每月完成的命令, 打電話回來公司 我要清楚知道你的情況, 時間和位置 萬一外面真的有甚麼交通意外 萬一阻塞腳 我可以第一時間向客戶交代 還要報到, 是呀… 不是呀, 又要駕駛, 又要打電話 怎麼行呀, 是呀… 大家放心, 這個情況不會維持很久 因為將來公司會在每一輛車 安裝衛星導航系統 到時候大家不用打電話回來 我都會很清楚你們的位置 將來…將來讓皇帝你做 現在已經煩死了, 我就不會做 我去找裴先生 誰走出門口一步的 立刻上人事部拿大信封 我只是想做事而已 那誰要玩事的, 我玩到底 現在我們就全部一起走出門口 你有本事的, 你就解僱我們 我已經解僱了, 這份是我的辭職信 我大不了以為不做 但我不做之前一定解僱你們 誰阻礙我做事也沒面子給 現在八點半, 馬上拿更正開工 好, 你來吧 你來吧 Amy姐, 今天的單一百百分之斷結束 可以了嗎? 不然就這樣一句低一點就算了吧 你做得到是應份的 你做不到代表你沒有工作能力 你應該考慮第辭職訊 Amy, 茶餐召開特別會議 這麼急, 知道甚麼事嗎 不知道, 先生, 你也有份 我… 我洗人特地是棍你家裡來的 我崩潔的, 問一下茶香味 茶餐… 坐吧 林小姐, 喝茶, 麻煩你 放心 謝謝 這位經理, 怎麼稱呼 我不是經理 不是經理, 麻煩你去那邊 好…這位同事不用拘禁了, 坐吧 人齊了 謙哥對文靈部的工作有一點意見 其實我也不想說 不過現在他們年輕了, 太不像了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罷了 這幾張樓單, 他們都是長年老主顧 這次如果不是為了給你面子欠過 這幾個大人肯定走失了 這是甚麼單位, 還沒到物流部 你是秉為秉的部門 甚麼時候亂說話 他們是負責車隊的樂天生 就是你 你, 弟弟, 所以我的禮行是有術轉迫的 那幾張單是我昨天談判來的 文靜我便沒事了 余先生, 不如我來解釋一下 在程序上, 你們銷售部接到的單 是應該經由我們物流部 安排出貨入貨 就是昨天的事 很多單你們沒有經過我們物流部 就自動安排司機出車 搞到很多緊急的單根本做不到 這樣會連累公司賠錢 照你這麼說, 就是說我們銷售部 被你們物流部欺負了 我在外面賠了甚麼單 回來問你們有沒有車 有沒有旋律和現實, 是嗎 物流要的正常運作 是需要互相配合的 你這個口頭說甚麼物流, 物流 分析木是否受輸的情況 是否eletre 我們的愛 那幾張單位 要算合得 幫我們學船 跟海拔幻數 43eze 都能運作 太多難而出呢 有吧 互相裝 都不會操心 無能奪爪 由來 在困难亦叫下